哈囉,大家好,我是Rose Satcha 哈囉 我是Satcha 今天呢,我邀請到了非常大陣仗的來賓們 好,那是我來介紹一下 嗨,謝謝謝謝Satcha 嗨,謝謝Satcha 不要可能,開始 我是Satcha 腳座交換 Mokanhouse 好,然後這邊是 我是東京,都是小二位 對 嗨,謝謝Satcha 大家好,我是Satcha 那今天邀請很多來賓 想要討論的是 台灣的大家應該 對日本可能有很多的幻想 或者是很多美好的想像 真實到日本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破滅的事情 那我今天想要問大家 就是原本是抱著著什麼心態去日本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破滅的事情 今天要來聊聊的是 日本破滅的事情 好 有誰想要先分享的嗎 就是驚訝嗎 已經算驚訝了 因為我那時候 算是蠻久之前的 因為我就抱著就是 對日本的衝擊 然後有一次就是 大概深夜的時候 大概中點左右 12點左右 然後就經過那個色谷 我發現夜晚的色谷 非常恐怖 就是比較垃圾蠻多的 然後又有老鼠 老鼠 老鼠你有看到喔 有 有 然後不然就是 很多人會掃在那邊 他在醉酒 然後東倒西歪的 我就覺得天啊 我們來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那你先站在那裡 沒有 然後我一個最震驚的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當偶像 然後那時候就可能 好像Live結束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留在那邊發傳單 然後就有一個 呃 偶像的粉絲 然後跟一個酒醉的女生 然後那個酒醉的女生 就突然走過來 然後他們就開始 欸 欸 欸 傻眼欸 我那時候就 欸 他們不是才剛 剛好 那女生就突然跑過來 就突然蛇聞起來 我就 這個是 我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少數人 應該就是年輕人都怪 對 因為日本人一般人的概念 觀念是覺得說 在公眾場合好像不能夠太輕輕 無謀會 不好意思之類的 但是確實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還是像這樣講的這個樣子 就是喝嘴 喝嘴已經不省人事 嗯嗯嗯 哇太可怕了 天啊 就是我的衝擊 剛剛講到那個老鼠的事情 嗯 我之前跟我朋友在新宿 然後 我住那邊也沒有看過 我有點驚訝 真的老鼠都有在新宿 然後我們不只是看到超可怕 欸 我的兩個朋友 分別被老鼠走路撞到 喔 而且其中有一個是我親眼目睹 天啊 老鼠的尾巴掃過他的腳踝這邊 喔 那我們當時就覺得 啊 趕快離開這一區太可怕了 啊好可怕喔 我剛剛去本 還沒有看過老鼠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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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有一點 那個喝酒的那種街那一間 喔 真的有 耶 Yiku先生在那邊有看過老鼠嗎 有 喔有 還有看過老鼠們 沒事沒事沒事 啊生小妹嗎 老鼠們有垃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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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的 但是我覺得唯一的好處就是 其實在日本比較少蟑螂 啊 對 這樣很少 不然蟑螂更恐怖 對 我覺得應該是天氣比較沒那麼熱 所以就比較少一點 對 對 台灣的都是好肥喔 好大 你們OK嗎 你們OK嗎 不行 我超怕蟑螂的真的 真的 超怕 對 我講一下我來台灣的文化衝擊是 我坐台灣一陣子之後我發現 台灣好像會有定期驅蟲的人 穿著全身白白的 然後拿那個很大的噴霧在那邊噴那個街 然後那個光景超可怕 因為一堆蟑螂就是四邊八方爬出來 然後快就是要反過來然後快死掉 然後在那邊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超可怕那個 我真的有看過幾次 真的很可怕 有有有 對 反正那個當格勒的那個路 嗯 很厉害 對對對 這是好事啦 只是看到的時候真的會嚇到 對 對 剛剛一陣子現在是不是要說什麼 很多台灣人去日本的時候有誤會的事情 因為我是東京人 那是東京的西邊的人 然後我講到東京的時候 啊那很棒耶 很多大樓 大樓 很時尚的地方 但是東京我住的地方是 真的沒有大樓 嗯 沒有 東中山 大家都想到的是那個 二十三區嘛 好 新鮮 但是東京 東京有二十三區之外的地方 有有 我住的地方是 是 是你的老家嗎 老家老家 然後那邊是真的沒有什麼大樓 然後就 最近的店家也是 誰不一定跟全家而已 所以我們之前東京人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心虛 真的嗎 真的 大家想想到的東京跟國序的地方是都不一樣 哦 那你這樣如果坐電車到市區要幾個鐘 到新市的話差不多四十分鐘 真的有一點點久 對對對 對啊 那個很容易 我家旁邊的森林是空急訓看了之後 那個西方 嗯 很棒 然後就他畫了龍貓 哦 真的嗎 哦 滿新年來的 欸 娃娃牛嗎 我 我來分享一個我覺得 比較不是 就是不算換面嘛 但就是我在東京住了兩年 觀察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覺得 去當觀光客的時候 會覺得喔 日本很好玩 因為乾淨嘛 然後東西還蠻合台灣人的胃口 可是像我每天通勤要搭電車 那我就覺得哇 搭電車的時候 你在通勤時間搭的時候很不舒服 嗯 而且我只是身體上 是一種心理的覺得 大家看起來都好不開心 然後上班的時候就這樣面無表情 然後下班的時候就一步很累 覺得人生沒什麼希望 而且大家很暴躁 我在做JR 這個有這個有 我在做JR的時候 有看過上班族 因為早上你要擠電車 然後下來上去的時候會碰撞 我直接看過有人直接搭起來 就有一個男子就很暴躁 然後他就抓著另外一個人 一直這樣啊啊搖他 然後就是要揍他 就覺得那一次我看到就天啊 我覺得在這邊 旅遊或觀光的話是蠻舒服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在那邊工作 或居住的話 要自己調適好你的心態 對對對 好像是耶 而且你剛剛講到這個夜晚回家 這個這個淒涼感啊 我蠻多台灣人朋友在跟我講 他說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在 尤其在大都市的夜晚 他說每個日本人的背影 看起來都很淒涼 好像真的有一點 然後西裝就已經有點 襯衫已經出來了 然後鈴帶也鬆了 然後就覺得好累喔 好舒服 對耶 所以真的 住跟玩真的是一回事 那我想問一下 一個先生的話 你會比較想要住在 日本還是台灣 欸 好難對不對 我覺得很難耶 好犀利的也有問題 很難 很難的問題 想要去台灣還是去日本 嗯 去 是生活嗎 嗯 對 生活嗎 嗯 欸 我覺得那也很難對不對 難 如果我當上班子 嗯 的話 台灣比較好 嗯 比較 心情上比較愉快 心情上比較愉快 還有那個剛剛說的那個 連西連的那種電賽也沒有嘛 嗯 台灣人也說 台灣人現在很擠啊 也可能沒有擠啊 對 對 講到這個 我剛剛從東京回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就坐在一站 比如說中下不行 已經很擠了 但我一上車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不進去 因為在日本是會 對對對 只高最後一公分 對對對 但是台灣就是明明還有空門 然後大家就覺得 喔已經很擠了 我不要再動了 好像有好像有 對對對 日本時間的是擠的時候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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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擠 對 對 而且男生為了自保手 都會放在這邊 兩手在上面 對 不要讓大家看你的手在幹嘛 我每次擠電車都是 最後最後一個 就是門關之前 在踏進去那種 我覺得真的比較 就是我覺得擠在中間太 我至少可以貼著門 我也比較擠 對對 我把四面八方都扔了 那你們有被人家 就是你們知道 電車會有專門幫你推進去的嗎 有有有有有 你有被推過嗎 沒有 好像沒有 有耶 我也有被推過一兩次 是喔 他是直接這樣 拿走急 然後把我塞進去 不是我看你不是都這樣子嗎 沒有他就超用力 然後把我塞進去 好可怕喔 然後那個時候就在裡面 如果是連安聯的地方的話 還好 但是在前面有一條那個貼的 就是 啊 哪一箱給這東西進去 我會 真的真的 擠到那個 然後就在那邊是 有人是坐著 然後在那邊貼的 然後就 對不起 我不是想要看你的去 哈哈哈哈 我現在買不去 喔 有耶 這個外國人在日本生活被擠 應該都會嚇到吧 對 大家不要這麼這麼靠近啊 好害羞 那今天很謝謝大家的分享討論 很有機會 好那如果大家就是去日本 有什麼破滅的事情 歡迎告訴我們喔 有耶 有耶 那記得也要訂閱大家的頻道喔 然後記得要按鈴鐺 才會 才會有通知 才會看得到影片喔 拜託啦 好 然後還有其他的 影片 類別影片 然後每天都會用Facebook Instagram用中任何分享資訊 那再請大家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